大家好,我是大發 歡迎來到大發 藏樂格 那要裝什麼? 先換玩具啦 紙幣很巨人 沒錯,烈巨人是近年崛起的少年漫畫 他風格特殊很難用某種格式框住他 加上裡面的角色設定獨特 就算是Jump少年漫畫常見獵殺妖魔的劇情 烈巨人腦洞大開的程度 你很難預測角色下一部會做什麼 大家都不按牌裡出牌 完全可以滿足讀者想要超展開的慾望 特別是各國惡魔獵人想要獵殺主角的這段劇情 等一下 是煉具惡魔耶 是狗狗耶 你看這個屁股 啊 這個角角太可愛了吧 其他的部分 丟掉 不好意思,我被角色影響太多了 那回來原本的話題 特別是在各國惡魔獵人想要獵殺 我們主角定製的這段劇情 讀者像是被丟入一台無法預期的雲霄飛車 只能跟著作者在劇情中不斷旋轉擺盪 大聲尖叫 聽起來 現在煉具人是不非常會利用花招 誇張的劇情轉折 引起眾人注意的故事 像是看完即忘的爽片 錯了喔 其實煉具人的主架構是講述 定制這個一無所有的少年 成長著重的故事 就像是一盤風格強烈的盛宴 除了嗆辣鮮明的口味之外 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廚師的用心之處 劇情中深寒的情感堆疊 在意想不到的時候 配合作者擅長的電影構圖 靜止而透亮的畫面 此時無聲甚有聲 一記眾拳 深深打在你的心上 難以忘懷 只能留下惆悵 以及成長的苦楚 還有胃痛的感覺就是了 大發在Podcast 有跟朋友一起聊過這一步 那麼大家可以搜尋大發發牢騷 那麼今天的長樂閣就到這邊 下次繼續開箱囉 掰掰 好 好